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坦克 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士兵报道称,伊拉克安全部队,在吉尔库克省,开展了轻小行动,成功消灭了一只由14名武装分子组成的伊斯兰国大型分支机构。 据报道,被消灭的恐怖分子中,包括该组织头目伊拉克境内的AS分子据悉,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省份吉尔库克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。 6月底,在吉尔库克迪亚拉的公路上,发现了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挟持为人质的8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的遗体。 伊拉克政府军展示缴获得AS旗帜。 7月1日,全局投票站附近发生三起爆炸,造成14人。